有兩個暴力討債集團在臉書社群 刊登廣告招攬生意 經搜尋有史上最短的借錢俱樂部 還有討債公社兩則廣告 分別招攬虛錢恐襲的民眾借貸 宣傳可替債務權人處理債務 經本局數個月的蒐證 分屬於北部兩個不良的幫派組成員所經營的地下錢莊 分別報警來北地檢還有新北地檢所指揮 經數月的偵查在今年八九月間執行搜索 總計查獲黃姓還有烏姓回首的九名幫派分子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以黃姓為首的暴力討債集團 是利用月期三十分的重力貸放借款 對無力償還的民眾施以暴力討債 其中有一個被害人因為無法償還債務 招該暴力集團脅迫幫忙討債以抵消債務 即而從被害人變成犯罪嫌疑人 另外以烏姓為首的暴力集團 利用臉書社群刊登廣告 對外宣傳可替債權人討債 並以債權人名義PO文推薦該集團的專業性 本局再次呼籲民眾吹討債務應循正當的法律管道 不以身釋法對於有陷入財務危機的民眾 應善用政府的各項紓困措施 互相高利貸業者借款